謝謝主席 請部長 部長請 喂 很早 部長早 部長 你有沒有去統整過 到底現在有 資安相關設置的單位 有哪幾個部門 資安相關設置的單位 我們是有資料的 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行政院的 資安辦公室主任說明一下 他那邊有完整的資料 好 看有哪幾個部門 有做相關的設置工作 報告委員 依照我們行政院的要求 每一個機關 他都必須有資安長 他都必須去推動他的資安的工作 也許委員問的是 在資安匯報的組織架構下面 我們有在分兩個體系 第七個組 那每一個組都有負責的部會 沒有 我不是問這個部分 我比如說國防部 他有資電作戰指揮部對不對 就是說各部門他都一個部 是在做資安工作的 那現在5月1號 國安局也馬上要做網域安全處 5月1號 那現在還有哪幾個單位 還沒有設置的 還是只有國安局 這是最後的 你有去了解嗎 各個部門雖然你要求說 每一個單位都要做有資安相關的一個管控 那現在國安局是5月1號 才要正式來做網域安全處 把他提高到網路安全的預警勤收與防衛 那每個部門現在都有拉高層級嗎 是 報告委員 在行政部門 我們也正預備做這樣的規劃 就是過去在資安會報下面 我們原來除了資安辦是資安會報幕僚單位之外 其實有研考會 他是在負責跨部會的協調 但後來這部分的工作移到行政院 不是 你想要回答我的問題 是 好 現在還有哪幾個部分還沒有 你包括行政院也還沒有嗎 如果依照你這樣說 你還沒有拉高層級嗎 就只有一般的資安處理而已 並沒有像說現在國安局說的 他現在要把他拉高到網域安全處 然後在網路的安全預警勤收與防衛 然後國防部他本身有資電作戰指揮部 他負責全台通信的維護網路管理與頻譜 分配運用 是 報告委員 現在其實國防國安跟行政體系 是同步在強化 那我比較清楚的是行政部門 我們是在102年先拉高到院的層級 但是我們覺得組織體系的完備更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推資安的三級化 那拉高的部分我們是已經提高層級了 但是覺得能量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在推 你是A級耶 三級化你們是A級耶 對不起 那個委員講的是說 這整個的運作是不是 拉高這個指揮的層級 我指的是這個部分 你可能也不瞭解說你們在整個資安責任等級分級的作業規定 所以你剛剛跟我講說 你瞭解的是行政部門 那請問誰會知道這整個所有統整的部分 報告委員 在這個分級作業規定裡面 有一個部分 總統府國安會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所屬機關之資安責任等級 比照前點規定辦理 並提送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匯報被查 對不對 那資通安全匯報的召集人是行政院副院長 副召集人是政務委員及科技部部長 所以是部長您囉 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是要匯整到我們資通安全匯報 現在大家所擔心的是說 到底我們的層級的拉高 拉高到什麼程度 因為現在網軍所有的侵略太恐怖了 所以在國防跟國安這個部分 其實他們成立真的是太晚了 國安會他們現在5月1號才剛要 國安局才剛要拉高層級 真的是太晚了 你一般的一般的資安你好處理 但是這種有攻擊性的 你沒有去做防堵 我們就是門戶洞開囉 所以我要了解是到底我們這個資通安全匯報 我們可以掌控到這些資訊嗎 到底我們掌控到哪些資訊嗎 可以 報告委員 謝謝您關心資安業務的推動 這有兩個層面 我剛剛報告的是指揮體系 然後另外是各機關 他必須就他的業務 去認定他屬於什麼樣的資安責任等級 那報告委員過去這個資安責任等級就存在 但是那個規定是比較寬鬆 所以我們AB級加起來大概只有200多個單位 那現在就是因為整個資安情勢改變 不好意思啦 所以我們有新的規定 你可能一直都還不了解說 我所講的說我拉高層級的意涵是什麼 是是 200多個單位 對 200多個單位 那到底有哪幾個單位是要拉高層級去做防堵的 是像國防部 像國安局 還有哪幾個單位你是要拉高層級的 然後行政院的整個資安體系當中 你們到底拉高到什麼樣的程度 是不是真的能夠控管所有的侵襲 這是我們所關心 否則我們資通安全會報要幹什麼 謝謝 謝謝委員 這有還是有兩個層面 一個就是說他原來就在A級的 像行政院像您剛剛提到的 國安會國防部國安局他都是A級 但是我們會加重他的責任 他的因辦事項會比過去多 委員看到那個規定裡面有個因辦事項 那其餘過去可能在B級C級 我們要加重他責任要把它提升上來 所以我剛剛沒講完 是將來AB級加起來會有800多個機關 比過去200多個機關會多出 不是數字啊 我現在不是要看數字啊 我要看安全性啊 是 我看數字幹什麼 你今天成立了1000多個 2000多個 有用嗎 擺在那邊沒有運作 還是空的啊 是 我要看的是說 你今天到底拉高的層級 有哪些是真的是極具危險 如果今天我們的資安系統被破壞了 可能我們整個行政體系的一個內馬 還有內部的資訊全部都會外通 是 這個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是 你會分A B C級 就是C級的部分 可能它的一個危險性沒有那麼高 就是說它即使被清洗了 它資料外洩也不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的安全 確實 所以你們才會分A B C嘛 對 那可是A級的部分 到底我們現在提升的位階 有到什麼樣的程度 可是我剛剛聽你講 還是沒辦法給我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資料 我請問部長 是 部長 是 你本身是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匯報 是 這一個匯報裡面的復召集人 是 你應該知道吧 是 我知道 你開過幾次會了 因為我上任 還沒有開過 都還沒有開過 對 我上任才一個多月 那請問 那請問預計有沒有接受到資訊說 這個匯報通常都多久開一次會 半年開一次會 那預計現在多久要開一次會 在 在什麼時候要開 6月份會 6月底會開 那你知道你要做的工作是什麼嗎 對不對 你知道你要做的工作是什麼嗎 其實它的系統蠻複雜的 我想 我特別是 特別我在科技部 科技部可以動用很多資源 就是在那個 那個駭客的那種防治的整個平台機制的建立 部長 你講對了一句話 是 你們科技部 可以動用很多的資源 是 問題是你有去動用嗎 科技部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升格之後 然後前身跟現在 到底我們對於資安做了多少事情 我剛剛我們對於駭客 對於侵略到我們的資安的一個訊息 其實我們現在完全都沒辦法掌握 你能夠掌握嗎 我講的報告委員 駭客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我想非常比我們想像要厲害很多 當然啊 因為美國也是沒有辦法對付他 所以現在 你現在在所有的資訊 我們沒有辦法提升的話 是 所以我們不是 不是 反對你們去把這樣子的一個制度把它拉高 是 我們反而是你們要加快腳步 是 那你今天不要讓大家覺得是跌床假屋 是 那你今天要統整 把所有的資安系統全部統整 是 國防部 國防部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主權的部分 是 然後國安局 國安局 那行政院嗎 其實行政院才是最可怕的 行政院今天只要被清洗之後 我告訴你們國家政策 你要做什麼 人家都一清二楚 所以包括陸委會這種有兩岸關係的這些系統 是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快 而不是好像就是 6月份開一次 12月份開一次 一年兩次 就這樣子很應付性的 反正就是大家來報告 是 所以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報告說 到底未來要怎麼去加強我們行政系統這一塊 的一個資安 是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份比較補充的一個報告資料 是 我一定會提供這個資料 大家一個月給你啦 好 一個月然後給我們一個補充報告 好 到底在行政院系統怎麼拉高 人家國安局都成立一個網域安全處了 那我們行政院呢 是 好 謝謝